啟動盡殺群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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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再次收聽 今天是有機勞戰士Podcast 第一集我們有Zerober 有跟我們一起主持的Podcast 還有我們家臣 還有我們的永樂 阿樂 開咪啦 Hello 早晨 好像不是再次收聽 我們這次是第一次 我習慣了 沒有關係 繼續 我第一段影片可以再次收聽 沒有關係 很簡單 我們先講講 我們機勞戰士Podcast 講些什麼 其實我們這次的Podcast 主要是講一些遊戲界的新聞 讓大家知道更多遊戲界 發生什麼什麼新遊戲 外國很出美的新遊戲 香港人很多都不知道 經常看什麼公子 什麼丁 才會知道 那就太歐了 懂得看 一定看外國的東西 懂得聽 一定聽外國的新聞 所以我們就把外國的新聞 拿過來 然後跟我們的嘉賓 跟我們的主持人一起去吹一下 然後不停離題 來到永遠的阿門 這樣就很開心 這樣 吹走一個兩個小時 這樣就很開心 OK 那麼我們 首先 第一隻遊戲 我們要講的新聞 就是Terraria Terraria 大家都聽過 對嗎 有 我們聽過 Terraria Terraria 2D版Minecraft 是2D版Minecraft 這個字真的很哭出來 這個稱號 重點是Terraria 出了Minecraft 然後被人叫做2D版Minecraft 我心想 哭出來 Terraria 好傷心 Terraria 的製作者 想出一隻新遊戲 叫Terraria Otherworld 很開心 這個新遊戲 不是Terraria的一個 那個叫什麼 續集 大家經常看 什麼Terraria 人家在這裏 Terraria Tour 就是 好像那些 Call of Duty Call of Duty 4Modern Warfare 然後 這個續集 叫Modern Warfare 也沒有動過4 之後 又Black Orbs 又World at War 那些 你又不知道它是否 究竟是 續集 就是什麼 現在那個 Advanced Warfare 連5字都沒有 那就更加混淆了 但是這個 Otherworld 他們的製作者 就很正常 這個不是續集 我們很開心 這個不是續集 這個Terraria的遊戲 就是 有一個比較science fiction 科華 很科華 好像很夢幻的東西 大家可以想 是一個2D版的industrial craft 是不是 是不是這樣說 正好 好容易想像得到 機械版 對 可以開機關槍 機關槍 機關槍 好像之前 既然有 不是嗎 既然有 我沒有玩過Terraria 我不知道 OK 你經過淒流 在YouTube那裡 新的那個 有很多魔法 那些東西 對 跟之前 多一些能力 那些人 之前只是在那製作 扯來扯去 用劍 這裡有些魔法 很有趣 新的版本 都很棒 就好像formcraft 混合industrial craft 有點像 問題是 我覺得Terraria 一直都是 有點恐怖 不知道為什麼 怪物是很恐怖 我最記得 最恐怖的就是 那隻眼 你說是一隻眼 還是兩隻眼 一隻眼 總之是一隻眼 一飛去 你一開始玩minecraft 也覺得玩minecraft 很恐怖 那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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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網看人打 打到百多集的人 完全是 完全是 削鐵如泥 完全是 好好玩minecraft 殺系 折磨 那些大佬 那些才哭出來 對 這遊戲 他們的製作者 就是說 不是 跟回Terraria 那些傳統 就好像 好像本身沒有科幻的元素 那就是 說著 Terraria 是那個什麼 might have been 即是 如果可以 即是 即是如果又如果 就會 出現這些東西 是不是很深奧 我都不知道 我講什麼 怎麼辦 厲害 其實我本身沒有玩過Terraria 是很開心的 不過不知為什麼 我感覺上 提到我 這個Terraria 另外有一隻 跟Terraria差不多 差不多是Starbund 對 我記得 Starbund 其實我比較喜歡 Starbund 因為多一些科技 它是大世界觀 OK 是會有 駕飛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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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行 不知道這遊戲 就 少人喜歡 沒有人 不是 它是開了Beta 之後就好像沒有什麼大更新 對 你搞了 Cube World 真的 Cube World 不要開玩笑 看到Cube World 好像 完全是公婆走路 消失了 完全是 遊戲經常收了 好慘 收完錢走路 好慘 幸好我沒有買到 真的 嘩 玩一下停了 是很傷心的 買Cube World 那些人真的哭出來 是啊 真的很難估計 寫那個遊戲的programmer 他們有沒有良心 你是猜不到的 就算連Minecraft的notch 其實也沒有什麼良心 是 是 就這樣丟下給Jack 然後去買大別墅 他不是比Cube World 好多 他真的沒有走了 那麼大 不是 那他也做得久一點 是不是 不是 但我覺得 Nosh 真的幫不過 賣了Mojang 給Microsoft 真的 但是 Nosh 其實是 他開發 他創造的遊戲 只是後期開發 其實 他也給了其他人 是啊 但 整間公司都是他的 然後他走去賣 賣了整間公司 自己去賣別墅 你懶惰嘛 嘆世界嘛 比我都會 那他 我記得之前看那些推特 他都不斷在說 其實他 本身沒有想過會這麼出名 你也知道很煩的 真的出名這些 是不是 有些人 工作模式不同的 如果有些人喜歡一個人做事的話 是的 那群組越來越大的時候 那群組越來越大 他可能控制不了 那他喜歡探世界 我都會吹他不像 對不對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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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要再說 機械的東西 我們不明白 機械的東西 我們不明白 就像我們Otherworld 我們去到 這個Terraria 他們這個叫做 另外一個空間 我們超空間的東西 大家有沒有聽過 Super String Theory 超空間 我講完都不知道自己有什麼 你會說嗎 不要理會 不要理會 Super String Theory 超 Super String Theory 沒有人認識 我自己也看不明白 究竟是甚麼 是愛因斯坦和Quantum physics 的混合體 我講完之後 聽眾都走 你要花整個series 你講解 還要沒有人看 我自己也不會看自己的 這個悶的東西 哭出來 很緊張 很緊張 說怎樣 particle和wave 可以混合在一起 Super String Theory 但是你已經 你一說那個 已經覺得 這是甚麼 我可不可以不聽 我可不可以不聽 救命 觀眾已經聽到 這裡已經閃了水 我們已經哭了出來 是時候讓你硬碰一下 對 很開心 先看看 這個Terraria Otherworld 然後 國際作者就說 會給我們一個 Life and Death Struggle 生死時速 然後有一個 Struggle 給我們掙扎 你明白嗎 有甚麼遊戲沒有生死 沒有掙扎 我不知道 我覺得 有甚麼遊戲沒有生死 Grow Home 有沒有聽到Grow Home 有啊 有啊 玩了兩個小時 玩完了 對 Grow Home 你就不死了 你壞機 不死的 不死的 你壞機 要扔另一隻 很開心 很有趣 對 他就說 要把一個 原本是一個很漂亮的世界 將它有一個很壞的經歷 回復回到這麼漂亮的世界 基本上跟Terraria差不多 感覺都是 真的 因為Terraria 是否最新的更新 2.0 是嗎 2.0 2.0 2.1 有甚麼corruption 很有趣 有多有趣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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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隻遊戲好像更新極 那個恐怖度依然持續 其實那隻是恐怖遊戲 不能生存 特色的 是特色的 恐怖生存 厲害 不是 不是 就是 好像Dying Light Dying Light 你一開始玩 就覺得恐怖 你說玩一下 拿一把武士兜出來 一切斬掉你的頭 很好玩 很有趣 拿一把武士兜 不斷在百人斬 我心想 玩什麼 神經病 你到最後還可以有 Grappling Hook 立刻變成Spiderman 我心想 我心想 他原本是要真實度很高 要還原度很高 然後最後Grappling Spiderman很真實 Spiderman很真實 Spiderman很真實嗎 哭出來 真的 很有趣 聽到日本Spiderman 不要再說這件事 已經來到太遠 日本Spiderman 已經離太遠 我想知道 日本Spiderman 要做什麼 日本好像無面超人 什麼戰略 對 有巨大機械人 你坐的 日本Spiderman 我不明白 為什麼Spiderman 要有巨大機械人 你做什麼 這個我知道為什麼 因為日本小朋友 訓練了 劇集的模式 一定要是這樣的 你好像Gundam 一定是十分鐘的前戲 要這樣打 最後十分鐘 一定要有機器 你講起這件事 我想起一件事 就是那些超人 永遠 變身 以前超人 以前超人是半個小時 那些東西 以前超人是半個小時 那些東西 前半個小時 十五分鐘 就是那隻怪 跟超人 怎樣玩 猜猜猜猜猜猜猜 之後當超人 要叮咚叮咚 那時候 他才會出變了機 厲害 厲害 但是那個模式和時間 已經進入了小朋友的血 他不可以改 你有沒有看過他 你有沒有看過他 一出場的樣子 因為他不是出場才變身 他變了身才出場 然後他出場的位 就是不停站著 然後不停地在動作 就是在手上發來發去 很油脆 左右左右 不如我把連結放在描述 那裡給大家看 很有趣 搞得我很想看 但是真的 沒得輸 我真的不明白 為什麼可以不停地發來發去 那些人又不打他 又不正常 就等於超人變身的時候 沒有人打到他 對 在戰隊變身的時候 720度地發來發去 又沒有人打他 小朋友看起來很帥 但是我看起來做什麼 全部都是低低的 全部都是低低的 不可以問這些問題 我試試 我們很不應該 我們真的 對 那 對 對 講到發發發 大家都知道 駕飛機被人打中機翼 會不停地自轉 720度發來發去 對不對 就是大家開飛機 就可能會想到 WARTHUNDER WARTHUNDER 就是一隻 free to pay的遊戲 大家如果不知道 什麼叫free to pay 就是免費有得玩的遊戲 然後你給錢 給錢買那些所謂space bucks 就是一些網上的貨幣 OK 那麼我們的WARTHUNDER 就舊時 本來可以給玩家 去買一些 不是買的 就是用一些免費的 國旗貼紙 對 本來就是在一個UN 即是聯合國裡面的成員 所有的國旗 都可以免費地貼在你的機身上面 大家就可以很有感覺地做美國佬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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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做過用中國人 吃錯奶粉 打錯敵人 大家都可以 所以我不知為何 會這麼做 但是中國有飛機 中國有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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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12 簽10B 我最怕 我不知為何 不故加一個B 就有個笑點出來 不知為何整個摩尼拉加摩尼拉加摩尼拉加的笑點 說起這些飛機遊戲 我以前也不太習慣這些飛機遊戲 類似這一類的東西 又要控制一些東西 飛機啊 坦達走來走去 我以前也是很厲害的 拿著飛機打飛機 我不太厲害 大家都知道 中國以前出的書怎麼打飛機 中國人打飛機是要教的 大家明白嗎 所有人都說過 中國人是要管的 所以大家要記住 如果想知道怎樣打飛機 大家就要上網查一下怎樣打飛機 不是啊 那個WARTHUNDER 對呀 那個WARTHUNDER 但是我們現在 由上星期開始 我們的製作者叫Gaijin Gaijin 我們可以叫他 Gaijin 你亂改名字 我不會負任何責任 大家不要出去跟人說Gaijin做這遊戲 沒有人會認識的 Gai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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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大約的問題 究竟他們這樣做會不會當掠錢 雖然在UN聯合國所有成員都有份 如果大家想做納稅黨 大家都可以去買 但是他們本身都沒有設計這些所謂的國旗 為什麼他們要付錢 這些Free to play的遊戲 他們一定要想辦法賺錢 不可以直接給你玩 如果他們沒有廣告的話 他們一定要找一件東西你願意付錢去買 然後他們就賣給你 很簡單 在他們的立場來想 所以為什麼我一直都不玩Free to play的遊戲 他們就是經常在這裡拿點水 那裡又拿點水 他們就拿了你的水 我想說現在Steam的遊戲是很聰明的 現在不是賣東西給你 而是讓你在互相賣的時候抽你用 很厲害 我玩得多 我以前玩得多 現在也沒什麼時間玩 Wallframe 又是這樣的模式 買披風又要付錢 然後買升級又要付錢 我覺得升級付錢 在某個程度上 其實都可以的 你說付錢去買披風 我都可以 給錢升級是等於給錢換時間 更少點時間 就像張家輝說 你今天沒有 但你將來會有 將來就是下一秒 雖然我都不懂得說什麼 將來要付錢 但你將這個自主做Pay to win 然後就個人都不喜歡 是的 所以為什麼我不喜歡玩Free to play的遊戲 就是這個原因 每個人都付錢 升了二十多元 然後我十二個月 還是兩年 我心想 我想問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如果你買了一件貼紙 例如遊戲中的貼紙 或者Teenfortress的槍 遊戲接收起來的時候 那東西就不存在了 是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問題 其實這方面我記得想很多 因為你如果買帽子的時候 你是給一個心機去做這件事 我基本上是給錢買他的心血 我不是給錢買他的作品 但又不同的 如果你買一幅畫的話 那個畫家有一個心血 他只買一幅畫 他每幅畫都用時間來畫 是的 但他做帽子沒有出來 他做一頂是用一個時間 然後可以印一萬頂 一百萬頂出來 其實這個也是 但我基本上都是當給錢買他的時間 就是給錢多謝他這麼努力 我有一支給你 有沒有聽過Unturned 很頂打喪屍的一隻 很頂打喪屍的那隻 Minecraft Code Daisy 那隻 一個年輕人寫的 也很厲害 他好像也是十七歲 還是十九歲 沒多久 他本身那隻是真的完全免費的 他有一個所謂的Gold Upgrade 基本上是多些衣服 多些膚色 然後在遊戲裡面最頂多有一個Game Mode 就比你單人模式升快一點 這個不會影響到多人模式裡面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其實都OK的 還有他也有五元美金 這個特別的個案 我這樣特別為了買他的心血 就是多謝他這麼努力去做這款遊戲 就特地給五元美金送給他 但你有沒有發現 現在的F2P的遊戲 只有兩個方向 一是 Indie 的一班人很有心 就是在想怎樣可以叫你付錢他 他可以F2P的遊戲 讓他的遊戲出名點 而另一邊就是EA那邊 就是怎樣 EA的東西 EA的東西我們真的懂得調鐵的 EA的東西我們真的懂得調鐵的 不過我當時是遲買 遲買便宜了幾塊 差不多用了三百多元買這款遊戲 然後到了Battlefield 4的時候 EA的東西是免費的 我買Battlefield 4的時候 不是 因為我買Battlefield 4的時候 我是在Battlefield 4的時候買 我Battlefield 4的時候 給他掃了三百五百多元 然後到推出之後 他說出了一個高級會員包 又掃到你四百多元 我之前看新聞都知道 他有一款本身的遊戲 又不是很多東西玩 然後給了一個 Premium 包的東西 就多幾個地圖 我心想 掃水是掃得很重要 EA是厲害的 每個遊戲都可以每年出一集才厲害 什麼呢 現在Ubisop一年出兩集 有沒有看 Ascissors Queen Unity 和Rogue 哇你真是 有沒有搞錯 一年出兩隻遊戲 但是EA要賣一些東西給你 裡面有In-Game Purchase 它太出太快你買不及 它那些真的非常厲害 不過我沒有玩Battlefield 4 我不可以說 我沒有什麼資格去說這些東西 應該這樣說 對 所以 買新的Battlefield嗎 EA硬線 硬線 硬線 不會 不會 每個人都說好像可以玩一樣 是CSGO的Battlefield版 你不要服裝 我不會聽 喂 既然它是CSO的Battlefield版 那為什麼我們不玩CSGO呢 為什麼我們不玩CSGO 直接玩Battlefield 4 對 Seki 為什麼我們不玩Battlefield 我最多玩Battlefield 4 我不會玩HR 你有錢在袋子的時候想要花 不是 講到這一類 有沒有聽過Insurgency 那時候我用一元美的買 一元美的買 Insurgency 它說是一個很類似 它說它的真實程度比Battlefield更高 好像說 挺真實的 同意嗎 同意這遊戲是 它說戰術 不是戰術 它是在模擬真實的戰爭 即是你基本上是一彈死的 即是它根據你的身體 每一個部份去重創 譬如腳或手的話 你是不會一槍死的 但是如果射空射頭 你就即死 然後有一個黑螢幕 黑畫面 整個感覺 它這個感覺有點像Daisy 它這個想法只是衝著Call of Duty Call of Duty中了一槍 你坐一會頭一會 黏著膠布就沒事了 說這些 不用黏膠布的 你以為好像Far Cry Far Cry要包膠布 Far Cry是無限血 你什麼時候無限血的 我限哭 什麼Far Cry 你扣完血之後 接著拍針 包膠布 就有無限血 不是 即是發覺你起碼都要拍針 你Call of Duty 不用了 坐一會兒 蹲在那裡 鎖得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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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站起來就沒事了 你眼鏡頭的血沒有了就OK了 排毒 排毒 真的 真的排 你爆頭 死不去 然後鎖得屎 不是 排了一顆子彈出來之後 以後亂槍數射 我出發來射人 很厲害 厲害 真是 不是啊 Call of Duty 起碼都要有什麼Hardcore Deathmatch 只是那個模式你才能一槍死 又是多糟糕 所以我覺得很不妥 槍遊戲這些東西 就算玩到Afast or Male 就算是新的 我覺得它不太有趣 糟糕 但是它有這麼多粉絲是沒辦法的 是粉絲就買了 好像Titan 4那樣有新的東西 這些東西才是正的 你明明是鎖機械人 就是說公司不肯沒有這個險 Titan 4也不行了 現在大家都說不喜歡 Titan 4 頭一個星期之後就跌倒了 但是現在還有幾多人玩 我聽說 都可能還有幾十萬人 每日或每個星期幾十萬人玩 都算不錯 Destiny反而說好像跌得比Titan 4 或者應該差不多 跟機的 跟機 怪不知 怪不知它說是史上最大的Launch 跟機派了給別人 你說不大也不行 很正常 有多特別 連相機一起買東西送來 貴一點 貴一點 是嗎 他那個想法也算不錯 但是他的關卡好像很頹 你別覺得關卡全部都是寫這個人 射那傢伙 射爆眼睛 完結了 我這麼有趣 我可以玩多久 然後他給你幾十個任務 全部都是射幾十隻眼睛 很有趣的 射幾十隻眼睛 究竟一年可以爆多少隻眼睛 我都不知道 一個任務可以最多爆多少隻眼睛 我就是覺得 Titan's Destiny 他本身的想法很好 只不過他真的做的時候 他又不敢冒太多險 所以就好像失敗了一點 他始終有那個Halo的爆火在 很難改 是啊 但他沒有Halo的Fanbase那麼強勁 始終是新的 最終就哭了出來 真的好不行 你明白嗎 但問題我覺得是 唯一以後的遊戲 你不能撥走 買個遊戲之後 你要再花多些錢 DLC 永遠都會再存在 不可能在以後之前 PS2買一隻DFANIE就是這樣 以後都不用再買東西 現在是要什麼叫什麼 DLC EVOLVE沒有聽過只有三隻怪物 是啊 這個遊戲是空海的 我心想 他BETA的時候已經只有三隻怪物 然後他Full Launch之後 他有個免費的DLC 加了一隻怪物那麼多 一隻 我心想 你沒事吧 你BETA三隻怪物我接受到 你真的Launch的時候 你四隻怪物 你四隻怪物你有沒有問題 我真的好像我說Orient 打恐龍他都起碼十隻 大哥 不要玩 你玩EVOLVE 整個團隊都在做 你可以少給一個indie的製作團隊 給到我的一個種類 他們自己走出來就很慘 我們如果不把東西拆開來買 我們家裡就沒有飯吃 開不了飯 他們走出來真的敢說 我都不太明白他們有什麼問題 因為EVOLVE買得很貴 是啊 60元美金的遊戲 60元美金的遊戲 我不知道它貴 我不知道它那麼貴 正價最貴的就是Triple A 真的大家可以想想想到Triple A的遊戲 我們左邊是有GTA 5 PC版 我英國這邊買的 就39.99.40磅 然後基本上都是差不多 也差不多EVOLVE價錢 不是 現在英鎊跌了 不過不要緊 我們說右邊有EVOLVE 600美金 三隻怪 三隻怪 十多個圖 是不是十多個圖 他還要買的 他的Season Pass是20磅 另外買Season Pass是40磅嗎 20磅 也是的 加起來60磅 三個多個幣 加起來也有700磅 Season Pass 還要買Skin 對 大家如果想收皮的話 就要買EVOLVE 你可以買完遊戲幫自己收皮 然後再買他們的皮 再收他們的皮 你收他們的皮 你亦都在收自己的皮 這是一個很厲害的事 但他很明白玩家 當這些是網上網上 當中收皮 我們PS4被人預測了 就快收到XBOX ONE的皮 或者已經收到XBOX ONE的皮 其實在1月的時候 PS4的銷售量已經超越了XBOX ONE 早就要了 兩年之後EV3已經收了皮 可以借遊戲給人玩的時候 這個也挺厲害的 我們可以預測到 為什麼XBOX ONE會這麼快收皮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這個新聞裏面有一個畫面 我們會把所有的新聞 放在資訊欄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畫面 其實一開始出的時候 XBOX ONE已經很不利 又說要DRM 又要別人上網才行 又不可以借遊戲給人玩 遲出過PS4 遲的數都可以 目機又大一點 又吵一點 對呀 火牛又大一點 又熱一點 即是 即是Microsoft 身為一個電腦極大的企業 即是差不多龍頭 現在被Google取代 但它也算是最大的企業之一 它都可以弄一批這樣的屁股 它也不算 它那個又不完全是一件屁股 但它也是 比起PS4來說 它也是心想 你做什麼 你看日本製造了這個 多開心 但問題就是證明 他們的商業秘密 保持得很厲害 即是他們 研發的時候 他們真的猜不到 PS4是什麼樣子 日本製造 日本製造 日本人厲害 日本人很厲害 這方面 日本人真的很有趣 你有沒有看到Apple 可以不斷被爆了 新機的照片 不是 Apple我經常都覺得 他們特意爆出來 自己爆的 不是 特意爆出來 然後 嘩有新機 很開心 去炒 炒機 很開心 對呀很開心 然後 賺到笑 賺到笑的東西 我們也是不明白 日本日本是保持的 是秘密 是的 那麼 PS4 其實 來到這個時候 差不多都過了幾年 兩三年 是不是 兩年多 對 在這兩年多之間 雖然 Xbox One 是有些進步 但是 你慢慢看 趨勢的時候 你已經覺得 PS4 市場已經慢慢趨向 PS4的形勢去玩 很多大的遊戲都是PS4出版 Xbox都買了 被人冷落了 很慘 真的好像PS2和Xbox那時候 但現在相反了 你明白嗎 Xbox好像沒有人玩 然後PS2 PS2又好像不錯 最大的問題就是 Xbox忽略了他們的Graphics 這是最大的弱點 對 我不明白 為什麼Microsoft會想 我給你一部機器 但是你又可以在上面看電視 你可以在上面看人 打 他們要打美式足球 要不斷看 不斷看美式足球 你可以看美式足球 你可以看美式足球 還有你可以看Rugby 我心 你沒有 我打機 我打機 我不明白 為什麼你要讓我看電視 可以做多樣事情是好 但是他不理了打機 那件事是熟了 他現在的情況就是 他太多無謂的東西 就減低了他本身打機的效率 可以這樣說 而且你也明白 只是省錢 他們放少一些RAM 那些東西 所以不是輸入PS4 對 很難猜 你們出之前 你不知道對方會放多少RAM 你也不想要放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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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起家庭機 這些家庭機 我以前是有一部PlayStation 1 第一代 那時候我拿到最好的 很棒 很棒 我的相片都沒有 但我放在一邊 沒有 其實很便宜 淘寶 即使我拿來舊出去拍賣都沒有用 對 現在的PS2都拿出街 沒有人要的 很棒 PS1都沒有人要 PS1多放幾十年 就差不多有人要了 對 即是好像人們 儲了五仙 你賣出去也有人要 你要放得到五十幾年才行 那些膠不碎才行 你說對不對 即是我儲了五仙 它是金屬 它不會壞 最多是有銅色的 對嗎 但你PS1那些 全部膠的底板 是膠來的 說得對 有兩部PS1都壞了 對 你的第一部不壞 而且你會發覺 越現代出的那些機 越容易壞 就好像Xbox 360 是經常在那裡三紅 你沒事吧 你說的這件事經常壞 我突然有個提案 我告訴你 以前的手機 先不要說三三一零的時代 先說一開始出智能手機 例如iPhone 3 Samsung 6 那些 剛剛出第一部的時候 我發覺它們的耐久度 才是最強的 D極都是不難的 你看現在最新的那些 跌一跌就已經花了 裂了 碎了 越出就越虧了 但你給了一個很神奇的東西 叫Apple Samsung做的 你的手機越來越薄 越來越輕 越來越細 越來越遮蓋 是很難的 是的 但那些人就是因為 他們經常跌爛 他們就是覺得 就是會跌爛 所以他們的公司才可以在這裡玩 我出一個很容易跌爛的手機 不如用少一點錢 整個容易跌爛一點就省錢 那些人也是這樣賣的 令你買了幾部 對 這個就是他們的環境 燒賊 真的不是說那套手機 我很喜歡說我最近的最愛 我們的Project Ara 大家知道現在Project Ara 太厲害了 這年沒出來了嗎 他現在在Portorico出來了 Portorico 波多泥國 波多泥國出來了 他們現在的圓形 如果各位聽眾 有朋友在波多泥國 雖然我不知道 雖然我也不知道 你們會有朋友在波多泥國 你們存在這個位置嗎 不過如果你們有的話 就可以找他們買一部原料寄回來給你 是很有趣的 聽說那些網絡是很先進的 他們那裡的科技 差不多全球是最先進的地方之一 所以他們才可以拿到頭藍湯 所以香港請你反省一下 香港請你反省一下 我幹什麼 香港人 我想用Project Ara 為什麼你不讓我用 我很傷心 Project Ara沒有Arra 我也要等一等 其實如果第一代出我都未必會買 可能先等第二代 都是的 都是的 不過其實他現在 我反而不擔心 他Google的底板會有特別大的問題 我是擔心 因為他現在全部都是給了第三個公司 第三個公司 不停地在這裏組織 我擔心他們合不來 真的好像我們組織機的時候 你整個都會擔心哪一塊卡 和哪一張東西合不來 這個就是 炒完一碟 炒完一碟 我就是最怕這個問題 尤其是剛剛新推出的時候 有什麼都不知道 不知道會不會炒 我都知道 對 講起炒 大家知不知道 有人可以出到百多萬買個PS4 有沒有聽過 什麼PS4 百多萬PS4 很厲害 我們偉大的日本人 日本人Sony 在他們的50 不是 50周年 不是20周年 不好意思 我誤判 我愧疚 我愧疚 我誤判 我們20周年的PS4 拿了出去拍賣 之後 有個人很厲害地拿了 129K 即是129000的美金 美金真的差不多百萬 應該都百萬 以香港的港幣來講 自己去找一些貨幣轉換器 自己搞 我愧疑搞 我們很厲害 看一看 不是 對 他們是拿了 三個零 六個零 加兩個是150 150 1500萬 1500萬 1513萬5000 的價錢 有人買了 只是買這麼貴 是用來做什麼 是用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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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用來放在這裡 不會用的 即是 即是 我想到 有一些公司 是專門做極貴的iPhone殼 他們幫一個人做了一個24K 24K 全金殼 然後 雙鑽石的機 然後又要給百多萬 很厲害 一部 你想像一下 一部 可以拿手 就這樣 擺開的iPhone 6 有人要給百多萬 幫他做個新殼 我不明白 這些就是 有更多錢 對 真的 我想說 遊戲機 可能是值得投資 很久以前 任天堂 灰機 很大 NES 炒到十幾萬 那些是要特別 珍貴 但是他 他以前 任天堂 做的 例如我們說Nintendo Championship 如果大家 各位聽眾 不知道什麼叫Nintendo Championship 大家可以上網查一下 或者我在這裡 是不是說 在80年代 任天堂就做了一個 很頹的比賽 又不是很頹的比賽 其實也很盛大的比賽 就被人去打機 E-Spot的前身 對 基本上被人打機打贏 打給Tetris Super Mario Bada 還有一隻遊戲 是我不記得的 然後 剩下那些 那些 帶子 只剩下百多隻 只剩下百多隻 到現在 已經賣到 有一隻灰的 可以賣到十幾萬 金色 最珍貴的 只剩下百多隻 只剩下百多隻 是賣到百多萬 是很厲害 是比賽用的就是 灰色 灰色 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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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色是獎品 所以是很珍貴的 那些 有歷史價值 它有一個 真的很罕有 它本身後面有個故事 有個歷史 但是PS4 它就這樣做出來 它就這樣做出來 它就這樣說 20年 我買一部 很討厭的是 我做了兩部的PS4 給你 你給一百萬 我覺得這個無稽 我覺得這個有點誇張 始終是用最貴價錢買的 就是最蠢的人 如果覺得 還會用更多的價錢買掉 他也不是最蠢的人 所以我們這個故事 不要做二世祖 為什麼沒有錢 我也不知道多想做 我都想做二世祖 但我也沒有錢 李嘉誠 如果你聽到 給我們一人一百萬多 求求你 你夠了買一部PS4 我買一部PS4也不夠 不怕 我夠了 買一部PS4我夠了 我這份人很容易滿足 我不用太多錢 用一百萬 我不用購買房子 可以了 可以了 你給我好像爸爸打底 給我開文具店 OK的了 我的要求真的很低 李先生 我知道你是神 你這個偉大的市場 你如果可以給我一百萬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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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做牛做馬 大家知不知道 我們在中世紀時代 很多人都喜歡做牛做馬 但在我們 一個Space Engineer的製作者 新遊戲 Medieval Engineer 的遊戲 大家就不需要做牛做馬 因為大家可以自己建成堡 或者真的 是一些很有Physics的東西 即是什麼投石台 大家也可以在Medieval Engineer 那邊做得到 我們的Medieval Engineer 就是當時 好像我們剛剛說 是由 Keen Software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Space Engineer 的製作者 他們本身的Fission 即他們本身的想法 就不是要做Space Engineer Space Engineer 其實只是一個圓形的 就只是一個Prototype 就像Far Try 對 就是 不要以為 不要以為 他們打算做Space Engineer 就算了 他們本身打算 我們打算試一下 但怎麼知道 這麼出名 突然爆了出來 然後 他們就很出名 索性 不如更新一下 然後讓人一起玩一下 這個我都有良心 即是Early Access 開始不停更新到現在 當然他們有人力 不像Cube 這樣 兩公婆 兩公婆 我哭出來 喂 蛋糕錢 喂 我們要試班 喂 去盜問院 哈哈 我不要再說 OK 我們的Medieval Engineer 說明什麼 Medieval Engineer 當然是 在我們的中世紀 做我們的機械工程師 大家就可以在這個遊戲裡面 好像我剛剛說 砌頭石頭 砌一些很有Physics的東西 大家也可以用頭石頭 說明頭石頭 當然是頭石 然後可以投入人家的城堡 然後人家的城堡會倒塌 是很厲害的 都不倒塌 我怎麼知道 那應該浮到Minecraft 不可以嗎 不可以嗎 你明白嗎 Madeieval Engineer 就是他們最想做的一款遊戲 我們可以放長雙眼看看 究竟可以做什麼有多漂亮 其實現在 一開始有一個Physics的系統 已經做得非常厲害 真的有很多頭石 富福何求 你知道嗎 這一款遊戲 現在就是Early Access 都是剛剛推出的 其實應該都前兩天 我們錄的時間是2月21日 我這邊是2月21日 香港時間是2月22日 香港時間是2月22日 是2015年 不是2016年 你們不是Back to the Future 我們這款遊戲 基本上是差不多前幾天才推出的 但是 有些人一開始看到 有些遊戲的出現 即是他們在建築的時候 就已經覺得很厲害 所以已經有很多人買了 我覺得一半一半 要是很喜歡玩 要是很不喜歡玩 我看這個遊戲 好像在現在的傢俱 買一些傢俱回來 要自己陷入 他只剩下頭石台 給了一堆木 整地都是這樣 感覺上好像是Minecraft 還是Besiege 你有沒有聽過Besiege 但這個真實得很重要 他砌的東西不能歪 你亂砌就可能 歪了會倒 歪了會倒 這麼厲害 因為他的Physics系統 真的很真實 所以我本身 都是比較喜歡 Physics的東西 Physics 看到東西發來發去 很開心 大家如果 喜歡玩Physics 又喜歡中世紀 其實 大家很少看到 有些是 Besiegege Besiegege 物理的東西 會在中世紀 再加上物理膜就可以了 都可以 但其他東西是亂來的 衣服才會掉 對 大家如果 對中世紀 混合工程師 有興趣 大家可以找找 Madeevil Energy 我還有星期日 喜歡買組合櫃 回來自己陷入的人 對 不斷在玩IKEA 砌到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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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 我一直覺得 網上找到一個遊戲 好像IKEA HOME IMPROVEMENT 我記得 HOME IMPROVEMENT 是 Game Jam HOME IMPROVEMENT 大家可以 即是 兩個pack 不是 他給IKEA 那些東西 給你砌 真的好像砌燈 砌燈 當你有砌燈 還有桌子 你可以把桌子 砌到盞燈上 對 你可以把桌子砌到盞燈上 好有趣 把眼燈 也砌到桌子 他給你所有部件 但他不給指示 對 他就是給你一個盒 但你一開盒 盒就不見了 蛤 蛤 對 現在 很厲害 還有 HOME IMPROVEMENT 大家可以上Game Jam 但我可以上Google玩 很簡單 HOME IMPROVEMENT 大家不懂得串 大家學英文 HOME IMPROVEME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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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了另一件事 找了一個CAD集 我可以按 我現在先查一下 HOME IMPROVEME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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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在Google第一個就看到 大家可以在一個網站玩 不需要下樓 很有趣 免費的 大家可以慢慢玩 我帶了一個來 MEDIFAL ENGINEER 這麼正的遊戲 當然要付錢 現在是14.15磅 大約有多少錢 160元左右 170元左右 大家就可以買到 Early Access的遊戲 不要去買一些AAA遊戲 你用107元買到這麼正的 對啦 對啦 大家不要再買AAA 1886了 玩五個小時 玩完了 大家有沒有聽過AAA 1886 你買DLC應該會沒事的 竟然是這樣 多兩個小時 我可以再玩兩個小時 很開心 大哥 大哥 多四成 多四成的時間 你先不要開心 即是我用一個同樣的價錢 買Skyrim 我可以玩百多小時 然後 咦 你想要AAA 1886嗎 給你五個小時 這個真的是 這個就是現在 出3A遊戲 另一個特點 畢病 特點 又有畢病的缺點 玩五個小時玩完了 我心想 哎 真的越來越不耐玩 看兩套電影已經算夠數 對啦 還有很多剪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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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遊戲的價錢 你也可以看很多剪片 看二次電影 我真的很喜歡看什麼 大家如果喜歡看剪片 看剪片 大家就記住買AAA 1886 OK 大家不是打AAA 1886去買AAA 是買AAA 1886 不要認錯 你打AAA 1886應該打不通 如果打通的話 我可以搜尋一下1886 會打到什麼 打到什麼 打到什麼 香港 我只看到AAA 1886 我先看看 手機 你真的要去搜尋 我只看到AAA 1886年的電話 你先睡一會 但你覺得他的問題 如果AAA 1886 是因為上次是一個這麼漂亮的遊戲 而他放這麼多時間 做到那些畫面這麼漂亮 他沒有時間作故事 怎樣可以令到那些建築者 做一個很漂亮的遊戲 而他賣到錢 他們不用去餓死 其實我們可以看看 例如我們本 又是說另一個例子 看狗 看狗 看狗是史上之中最沒用的 最立場遊戲 對 你反不了車 但他用了很多時間去做 都三四年去發展 不過看狗 就是Washdog這個遊戲 他原本的概念是很好的 概念是很好的 但你最後只按正方形 你那個想法好 但你最後按正方形做什麼 很傷心 你明白嗎 但為何這個遊戲 用了這麼多年時間 那個敗筆是這麼簡單 我們一句就說完 他們為何不在那三四年裡 找到這個問題 它是低行的 整個公司幾百人 沒有幾個 那群人是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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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群人不是計劃 其實基本上不關計劃 不關計劃 是關於管理層的事 他們計劃出一份量 他們真的不可以理你 他們說公仔是這樣的樣子 要做什麼 重點是管理層根本不知道 打遊戲的人想要什麼 你明白嗎 所以為何我們這些indie的製作者 會做得到我們想玩的 就是因為他們本身都知道他們想玩什麼 他們都是Gamer 那回到頭 不是說我們遊戲沒落 沒有這些AAA的遊戲嗎 又不是 我覺得兩邊都可以繼續發展 只不過是 可能他們會想做AAA 會想找多些新的東西 Advanced Warfare 其實我也算OK 因為起碼他有新的東西 對不對 這個就是好 還有好像我們 Tom Clancy's The Division 有沒有聽過 有啊 他們本身的畫面也是非常漂亮 但他們的遊戲還可以做得很好 就是因為他們本身可以做得到 所以要不停地推出一些遊戲 然後把一些不好用的特點 把缺點都除掉 然後再把每個遊戲 去找出最好玩的元素 這就是我們3A遊戲做得到的東西 近來每個AAA遊戲都好像有些問題 你說的都很大件事 Tomb Raider 都很難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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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mb Raider 都不是不好玩 也不是不好玩 也不是不好看 但他賣不夠 為什麼呢 他們到底要賣多少才夠呢 其實他很好玩 但是他 但他 他 怎麼說 他那個玩家那層不夠 他喜歡這遊戲的人不夠 你明白嗎 但問題是他要賣這麼多的Cocky 才可以歸到本 很難叫公司再出這麼大的遊戲 不是每個都是GTA 可以計劃六七年 然後出一個遊戲 然後賺回來 所以他們 起碼要讓他們知道 我們打機的人想要什麼 他們最重要的 他們都做不到的時候 這樣就抵他們虧錢 我也是這樣說 我最害怕的是 大公司把錢丟進小的遊戲 Candy Crush那些 這個我真的很害怕 但有沒有聽過 Dungeon Master 我忘記了 Dungeon Defender Dung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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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eper 讓我查一下 在遊戲裡面 真的在遊戲裡面組裝 Dungeon Keeper Dungeon Keeper 我記得 Dungeon Keeper 如果觀眾聽到有人說Hello 就是因為我剛剛開了一段影片 不好意思 我剛剛認識 Dungeon Keeper 有一個手機板 大家可以敲牆 然後建自己的Dungeon 但你玩到後期 可以離開到 你要等24小時 去打爆一棟牆 打爆一棟牆 一隔牆 24小時 那好像是Crash of Clans 或者 這個城堡八天 或者你可以給十幾二十元 去立即打爆牆 我心想 掠水掠得很厲害 他現在的手機遊戲 完全是狂掠你水 所以我基本上 我玩手機遊戲 其實我都不用怎麼放 但有人肯給那天才是神奇 是有的 你會看那些什麼P-Map P-Map P-Map D 神什麼D 神什麼塔 那些都可以的 因為你真的買了一件東西回來 但買時間的有時候真的奇怪 即是好像Candy Crush 那些道具全部都要錢 但有人買了 就是因為多人玩 遊戲是來消磨你的時間 然後你又要買些錢來減少它消磨你的時間 有什麼原因呢 其實我都不太知道 其實我本身是什麼點數都不買 所以我都不太理解到他們的心理 真的很歡迎觀眾在這裡說 我是非常歡迎 我們的聽眾是有些回應 真的有說有少才行 我覺得其實好像Candy Crush 你明明玩來消磨時間 但是你又要買到一些時間 對 我心想你不要 你做什麼 你知道Candy Crush 我平時有玩開 但是Candy Crush 起一個什麼 起一個箭塔 起箭塔五天 之後研究一件事 又要六七八天 還要越來越多 有些十天起一個主堡 我心想 十天玩毛毛 一天叫你按五下按鈕 之後只需要幾秒 就可以一天要做的事情做完 即是要付錢去 立即搞定 那五天你不用等 我知道為什麼 現在我想到了 我知道是買些什麼 是買些平時得不到的 就是成功感 成功感 成功感是一樣 成功感是一樣 但是 好像Sero說 他特地不讓你玩 他就是停 基本上是完全停頓的時候 你又覺得 我不玩好像很無人 不如付錢 然後讓我再玩一會 這就是一個問題 即是跟以前吸毒一樣 你試一下吧 不會上癮的 沒事的 沒事的 他就是特地把機器弄得不好玩 然後叫你付錢 讓它玩得好 我叔叔 你做什麼 如果自己怕不好玩 我就不會玩 那應該是犯法 即是叫人吸毒一樣 我不知道 如果是這樣上網也可以犯法 我覺得其實如果他們 不會損害到我們健康的話 即是我覺得 沒有所謂 我們精神健康 是的 我們精神也不太健康 打擊打太多了 不好意思 沒有救 我們全部都傻傻地 沒有救 好像是神經病 神經病 神經病 對 其他人是不是神經病 不知道 但我又瘋了 大家都知道 是的 是的 明白的明白的 說到神經病 神經病 Twitch快要出 TwitchCon 當然他們不是神經病 Bitcoin的朋友 也是Bitcoin的朋友 可能是Bitcoin的朋友 我也不知道 不過肯定是Minecon的朋友 大家都知道 Minecon出了幾年 Minecon Minecon出了幾年 Minecon出了幾年 Bitcoin Minecon是Mineup的Mem Twitch現在正在做同一件事 希望可以讓更多人溝通一下 溝通 是溝通 是精緻來的 真的 讀得對 他有什麼可以做 他有什麼可以做 我也不知道 讓我看看 我先說一下 TwitchCon 當然就是在三藩小 大家如果想去的話 飛去大美帝哥 放門票進去之後 不知道做什麼 是的 在9月25至26日 就可以去到三藩市 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大家可以去看看 順便去TwitchCoin 我看看有什麼可以做 我也不知道 找一堆Twitch的實況主 馬上開 但是 沒有東西看 我覺得其實這個也不錯 不是的 很多人喜歡看Live 但Live Stream 你也不知道多少人看 不是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 真的可以找人打電話去 然後等他們在TwitchCoin 玩Live Stream 然後被人判斷他們 蛤? 大家有沒有聽過判斷? 什麼 阿嘉靖有沒有聽過判斷? 是不是打電話 給人報警 是的 是幫人報警 現在還沒很流行 就是有些人 我告訴你 好 我告訴你 給你告訴你 外國有一個Twitch人 就是在開Live 他就開Live 玩什麼? 好像CSGO 是的 即是 對面隊 有一個人 開Live那個人 不是對面隊 是Hater 對面隊還是Hater 不知道 所以開Live那個人很厲害 之後 就打到對面隊 他都很殘忍 就在贏 結果 對面隊還是Hater 打電話 之後又說 那個地址 即是開Live的那個家 就是那個地址 有什麼 有攻擊性武器 危險品 爆炸物之類的東西 然後整隊SWAT 衝進去家 爆門 是的 那時候 我可以拉過CAM是沒有識到的 然後整隊 拿著真槍衝進去門 真的有什麼事好不好 大家聽到好像很好笑 但其實你還未被人拿著槍指著你弟妹 指著你的頭 還要按你 不單止指著你的頭 是指著你弟妹的頭 即是你想想想 如果你有女兒的話 當然我們全部都沒有女兒 阿樂有沒有女兒 沒有 是的 我們全部都沒有女兒 全部都放在一塊洞 不知道 我還以為刪除這些女兒 刪除了都沒有 親生女兒 那你有沒有女兒 那你有沒有女兒 這個不要說真話 這些沒有真話 OK 說這些 說這些 真的可以想像 如果你的家人 被人拿槍指著你的頭 那時候 你就會感覺到 其實這是一個很恐怖的一件事 但在TwitchCon進行 是的 而這件事 差不多每天都在發生 是很多人都在做這種事 過分了 以前是點10個披薩 在別人家裡 我聽過有人點披薩 去別人家裡 給你10個披薩 那你拿10個吧 厲害 不怕我可以吃 我不介意吃10個披薩 最多冷氣 明天吃 做什麼 我不怕 要付錢應該很麻煩 是的 那他們TwitchCon 就是 好像我剛才說 就是在場地上 即時做Livestream 然後還可以教一下 其他Livestreamer 即其他做Livestreamer 怎樣可以跟觀眾互動 令到他們學到 為何他們可以Livestream 很厲害 可能找些人上去 就會說 其實我在YouTube出了名字 我才去Twitch 很明顯 他打孖寶兄弟 為何讓他去看 我心想 如果真的找他出去 那時候 一定會笑到 趕在那裡 很開心 他打孖寶兄弟 打了幾個星期 我也受不了 是的 我初那個月 都看得很開心 但我不看了 還在玩那裡 他在那裡跳的東西 是的 Twitch的老闆 是不是老闆 HOST 不是HOST HOST HOST 即是主持人 他又說 其實 Twitch的一些廣播人士 他們的粉絲 是最熱情的 即是好像熱情的沙漠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因為他們的粉絲真的多得好像沙 熱情的沙漠 想像一下一個熱情的沙漠 很厲害 所以就好像Minecon 他們都很想做一個環境 讓一群人一起去交流 即是實地交流 很開心 不會 你只是外國才會 香港才會 香港哪有 我那個什麼 Minecraft 找個Minecard 去世界盡頭 播放全場 整場 Twitch 挺好 都可以 都可以 沒有說不行 你先知道現在Twitch流行一件事是甚麼 是 是 Watch People Code 看人答案 很久 對 很多人看 你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 可以的 很多人都可以 其實好像 好像AGDQ 有沒有聽過AGDQ 沒有 Awesome Games Done Quick 就是一個給一些快速 runners 去很快 以很快出道而寫 遊戲的一個convention 即是有打馬利奧 馬利奧 不單止打敗馬利奧 是在馬利奧 在馬利奧裏面 再自己砌另一隻馬利奧出來 再打敗那隻砌出來的馬利奧 對 是很厲害的 大家可以上網看 大家可以上網自己查 很厲害 其實這些都可以 我沒有說不行 那是Twitch來的 Twitch 你有沒有看過有人上網 上網說 狂吃東西都可以開Live Stream 對 有 對 其實我們開Podcast都可以開Stream 沒有說不行 對不對 所以其實有很多可能性 即是我們不停地催吹 有什麼可能性 即是好像我們剛剛說 我們剛剛說 Swarting的Stream 在吃東西的Stream做什麼 夠催吹 有什麼 我不知道 是 我們可以開台 可以 可以 可以叫人 逐個上台說粗口 然後又可以開幾個小時的Stream 都可以 沒有說不行 甚至我們說 開Q&A 那些人不停地說問題 都可以開Stream 很大的可能性 這個可能性大到很厲害 所以呢 這個呢 就是我們 我們最 這個情況 我覺得其實都OK 都沒有說不行 對不對 這樣 對 對 如果是這麼多的聽眾 喜歡Twitch的 大家就去吧 包括三藩市 大美帝國 你有沒有錢 失肥了 我們 我們也沒有錢 我們也沒有錢 家臣有沒有錢 沒有 沒有錢 失肥了 嘩 家臣打算去Minecoin 對 發誓家臣 Minecoin 對 大家如果有錢的話 都可以去Minecoin 即是說Twitch哥說Minecoin 那就是7月 7月45 對 我是沒有那麼多錢的 所以我是哭出來的 失肥了 我 我 我6月中 我6月中 那個縮四合約餘 那我就回香港了 我住不了半個月 我睡家睡半個月 難道不行 對 所以 我都可能 很可能 就去不了 那大家如果真的想去的話 我真的想去的話 大家就可以去到 即上網看看 然後去倫敦那裏看 不過好像都差不多 好像賣了些票 還沒開始賣 還沒開始賣 大家可以看到Minecraft.net 應該都會記住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想去賣 不過那麼多聽眾 應該都沒有錢 失肥了 失肥了 對 失肥了 我們買到票 我們會拍片給你們看 對 對 看片 對我來說看片都很夠 對不對 那今天就是我們 基勞戰士Podcast 大家有些很奇怪的問題想問 其實我很想每集 亂問一些很奇怪的問題 例如呢 例如呢 吃了一塊沒有 吃了一塊沒有很簡單 OK 就是我 OK 不如我問一個 很多人都會問的問題 各位 如果你們 可以選擇 想吃一個咖哩味的糞 還是糞味咖哩 行啊 問這題 你問這題 是的 咖哩味的糞 OK OK 為什麼呢 可以吃糞味 你不知道是什麼 咖哩味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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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糞味咖哩不同 為什麼呢 因為你正在吃的是咖哩 只不過是糞味 怎麼放得下口 哈哈哈 你想想咖哩味糞 糞味 糞味有什麼問題 都是吃過一次 吃多一次有什麼問題 真的 我想了一句話 真的 真的 很多人都說 真的 人呢 人一出生又要死 那為什麼不去死呢 同樣的道理 吃完飯都撒糞了 那為什麼不吃糞 吃糞 是你啊 能源 能源藝機立即解決了 大哥 兩性藝機解決了 對 我 我覺得這樣說 很對不起非洲的人 大哥 很對不起非洲的人 很對不起 非洲的小朋友 聽不到 那些人呢 之後呢 是怎樣的 喂 你夠了阿屎沒有 我要吃糞了 我吃飯 我開餐 做 糟糕的 救命 等等 他吃糞了阿飯 那他那些糞了 都沒有了 那倒是 那倒是 要多飯怎麼辦 太多飯了 糞了都沒有你吃 吃飯 吃飯 沒有了糞了 吃飯 阿屍龍 你的答案是什麼 你還沒說 你要回避 不要以為你會回避 吃糞了 那你還是想吃咖哩味的糞了嗎 當然不是 當然是吃糞了咖哩 為甚麼 因為 起碼他在吃咖哩 OK 要你聞到味道 你可以撇除了糞了糞了 我覺得 那個過程比最後的結果更重要 吊勝於如 不是 但你吃咖哩味的糞 都可能會聞到糞了 那又不行了 這個問題有問題 那當他們全部都是咖哩味的糞了 完全都很享受吃咖哩 但這樣當他們全部都是咖哩 我吃咖哩 當然不吃咖哩 你給我選 我當然是吃糞了咖哩 你可以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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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糞的糞了 而且你不是真的在吃糞了 你在吃糞了 你只是在吃糞了 你只是在吃糞了 你儘量是能夠抑壓自己 我給你一個機會試一下 不是 我可以 我可以 哪有試過吃糞了 我有一個這樣的機會 你現在有機會試了 我給我一個機會 吃糞的時候 又不是真的吃糞了 但你真的沒有試到的 但問題是已經 不是 我在我吃糞的時候 又不是真的在吃糞了 真的 在吃糞的感受的時候 沒有吃糞的後果 後果不重要 我覺得過程比較重要 你真是 復福何求 我的過程 就是享受吃糞的過程 你有沒有聽忍神說 你要去享受這個過程 我正在享受吃咖哩 你享受過程是 魚杯的感受 對 我們今集的重點就是 要像忍神所說 而你要享受這個過程 大家想像一下 大家想像忍神的手勢 我們要享受這個過程 今天就是我們的 基道戰士Podcast 我們來到結束的時候 我們不斷在這裡唱 我們不斷在這裡唱 I say hey 好嗎 I say hey Y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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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say hey What's going on 好了 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 收肥了 收肥了